我覺得不用擠啦擠什麼呢 遲早會讓他停工的 但我覺得還是要確認工程的安全性 以及說合法性 就是要等北檢起訴吧 北檢都還沒有起訴 民進黨議員在擠什麼呢 他們看到起訴輸了嗎 知道違法的太陽是什麼嗎 我不曉得說 為什麼連一個月都擠不可奈 這麼著急的去逼市府 去做這樣的決定 那這樣是不是又陷入太過急躁的狀況 我覺得等我們起訴輸是最基本的態度 這是一個依法行政 然後再來就是難道民進黨議員 蘇培議員他不在乎工程的安全性嗎 他進場去看過嗎 他知道目前的工程已經穩定了嗎 所以這個工程的安全性也要先確認 我覺得這是非常基本的事 沒有人反對停工 但是什麼時機點才是最好的停工點 既安全又合法 法律又站得住腳 我覺得這個應該要尊重台北市政府 去做專業的判斷 他的施工進度這麼慢 或許是不是因為這個威京集團 他的商業考量 就像李四川副市長說的 因為現在土地都被扣押 也不能預售 那資金鏈出現的問題越蓋越賠 所以就是慢慢的給他蓋 那不管是什麼原因 我們還是希望他們要確認工程的安全性 即便慢慢蓋也要確保這個工程是安全的 不能說慢慢蓋要亂亂蓋 那這一點是我們沒有辦法允許的 我們還是希望柯市長可以配合檢調的調查 如果一旦檢調不需要你的證詞的時候 那才是你最危險的時候 代表檢調的周圍的證據都已經蒐集完成了 但是柯文哲市長作為一個主要政黨的主席 以及作為台北市的前市長 我覺得你有義務也有責任 配合司法檢調 而不是用這種消極的拒絕的方式 來阻礙這個檢調整辦 如果你覺得你有冤屈 你為什麼不抗告 你為什麼不配合提訓 那我覺得你一味的用這個政治的力量 政治的手段 來做這個抵制的方式 讓什麼金華城案的偵辦進度 如果陷入膠著的話 那不是更奇怪嗎 你不是應該更希望水落石出嗎 結果你反而希望這個變成一團降火 我覺得也不是這樣子吧 我覺得他一定要放他相信了 信任的人 所以當時其實要用很多很多的人員 來協助處理這件事情 因為畢竟市政府整個團隊裡面 還對於這個金華城的案子 給農機跟農移的部分 還是有一些爭議性的問題 所以很多人是不敢簽 所以如果沒有人來把關協助的話 還是怕說有一個閃失的話 可能沒有辦法成功 所以呢 在這個時間點 雖然用退休人員的部分 要回流來處理 沒有通過 但是呢 詹瑟陽還是可以用退休人員 以退休人員的委員的身份 用外聘委員的身份來進來 所以雖然沒有在內部先監督處理 但是還是透過外部的力量 還是讓他進來審議委員會 來當任外聘的委員 來進行審議 也火速的通過了容易 兩次的會議 火速通過容易 百分之三十的一個回饋 而且那個時候很誇張 明明在疫情的時候 你應該好好的處理這個疫情的一些問題 然後每次只要 之前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意象 只要碰到疫情的問題 包括疫苗的一些問題 他只有一天到晚一直罵中央 然後他什麼事情也不作為 然後呢 北農呢 從十三個確診案例 暴增到兩百多個確診案例 這樣的事情 他都沒有負起任何責任 可是原來他當時是在盲金華城的案子 在當時呢 我們看那個召開這個審議會的時候 全部用台北通來簽到 那其實大家也知道 台北通簽到只是掛在線上 到底有沒有在審這個案子 沒有人知道 但是簽到就表示有出席 有出席就成會 然後成會的話 其實就趕快做一個決議 所以呢 農營的部分才兩次會議 就馬上定案了 而且就給他百分之三十了 所以我覺得 這個其實有很多很多的一個環節 會現在讓大家看起來 其實似乎就很多的一個貓鈴在裡面 也就是說安插自己的人 然後呢 想辦法就讓這個金華城案子 趕快火速通過 即便人民現在很苦 即便人民現在面臨一個生命財產安全的問題 柯文哲還是不顧 今天我想問一下說 因為柯市長曾經跟黨團 研議說要修法放官 政府急要聯繫 就是有點像是在提議張哲洋介 好 那議員也提議過說 張哲洋後來 擔任金華城外部委員 時間點是蠻強的 是不是有可能是 控制希望說他回市 回來幫他處理下金華城的案子 對我覺得他一定要 放他相信了信任的人 所以呢 當時其實要用很多很多的人員來協助處理這件事情 因為畢竟市政府整個團隊裡面 還對於這個金華城的案子 給農機跟農移的部分還是有一些爭議性的問題 所以很多人是不敢簽 所以呢 如果沒有人來把關協助的話 還是怕說有一個閃失的話 可能沒有辦法成功 所以呢 在這個時間點 雖然用退休人員的部分要回流來處理 沒有通過 但是呢 張哲洋還是可以用退休人員 以退休人員的委員的身份 用外聘委員的身份來進來 所以雖然沒有在內部先監督處理 但是還是透過外部的力量 還是讓他進來審議委員會 來當任外聘的委員來進行審議 也火速的通過了 兩次的會議火速通過容易 百分之三十的一個回饋 這邊那時候剛好在疫情期間 然後就是又 而且那個時候很誇張 明明在疫情的時候 你們在好好的處理這個疫情的一些問題 然後每次只要 之前 我不曉得大家還有沒有意象 只要碰到疫情的問題 包括疫苗的一些問題 他只有一天到晚一直罵中央 然後他什麼事情也不作為 然後呢 北農呢 從13個確診案例 暴增到200多個確診案例 這樣的事情 他都沒有負起任何責任 可是原來他當時是在盲金華城的案子 趕快讓金華城火速通過以後 可以 是不是可以獲利上百 讓金華城獲利上百億的 這個 圖利上百億的一個費用 所以 一定要放一些他自己心的冷冷 所以呢在當時呢 我們看那個召開這個審議會的時候 全部用台北通來簽到 那其實大家也知道 台北通簽到只是掛在線上 到底有沒有在審這個案子 沒有人知道 但是簽到就表示有出席 有出席就成會 然後成會的話 其實就趕快做一個決議 所以呢 農營的部分才兩次會議 就馬上定案了 而且就給他百分之三十了 所以我覺得 這個其實有很多很多的一個環節 會現在讓大家看起來 其實似乎就很多的一個貓靈在裡面 也就是說 安插自己的人 然後呢 想辦法就讓這個金華城案子 趕快火速通過 即便人民現在很苦 即便人民現在面臨一個 生命財產安全的問題 柯文哲還是不顧 林靖老師說這個金華城下一次 使用台北是半年之後 這樣好像讓角色有一點 一波帶變的感覺 不會啊 那這代表說金華廣場的施工的進度 是慢的 下一次的勘驗其實是二樓蓋完 那整個金華廣場的這個量體 是十幾層樓 十幾 我記得十四層吧 十四層以上 所以才第二次 下一次勘驗是第二樓而已 那我覺得整個 整個進度來說 並不會說有脫產的一律 就 所以我覺得不用擠啦 擠什麼呢 遲早會讓他停工的 但我覺得還是要確認工程的安全性 以及說合法性 就是要等北檢起訴吧 北檢都還沒有起訴 民進黨議員在急什麼呢 他們看到起訴書了嗎 知道違法的態樣是什麼嗎 那我之前有講過 台北市政府的手段有很多 不只是停工 停工是最簡單的 還有這個廢子建造 或廢子原本新修訂的那個都市計畫 就是有榮獎的那個都市計畫 如果這兩項廢子以後 那就當然自然停工了 所以要看整個違法的態樣 整個違法的情節是怎麼樣 那台北市政府再去做這個 相對的行政處分的因應 所以我不曉得說 為什麼連一個月都這個急不可耐 這麼著急的去逼市府去做這樣的決定 那這樣是不是又陷入太過急躁的狀況 我覺得等我們起訴書 是最基本的態度 這是一個依法行政 然後再來就是難道民進黨議員 蘇維議員他不在乎工程的安全性嗎 他進場去看過嗎 他知道目前的工程已經穩定了嗎 所以這個工程的安全性也要先確認嘛 我覺得這是非常基本的事 沒有人反對停工 跟什麼時機點才是最好的停工點 既安全又合法 法律又佔得住腳 我覺得這個應該要尊重台北市政府 去做專業的判斷 對 因為怎麼看說金華城這個施工進度 好像慢慢多了 如果說他半年真的只蓋一層樓 是不是感覺資金好像有問題 對 我其實滿訝異他的施工進度這麼慢 或許是不是因為這個維京集團他的商業考量 就像李四川副市長說的 因為現在土地都被扣押也不能預售 那資金鏈出現的問題越蓋越賠 所以也就是慢慢的給他們蓋 那不管是什麼原因 我們還是希望他們要確認工程的安全性 即便慢慢蓋也要確保這個工程是安全的 不能說慢慢蓋要亂亂蓋 那這一點是我們沒有辦法允許的 所以我們一定會要求這個台北市建管處 除了每一個禮拜進場勘驗以外 也要每個禮拜把這個進場勘驗後的報告 不管是送到議會或是送到市長市區 這件事一定要專案列管的 對 就是他施工的品質 因為怎麼看就今天呢 他肥檢第五部提訓柯文哲 那不過10月1號當時他是不願意出庭的 那有外界傳說說 當時可能是跟豬亞有部談成行為有關 那怎麼看這次他第五次提訓出庭 我們還是希望柯市長可以配合檢調的調查 如果一旦檢調不需要你的證詞的時候 那才是你最危險的時候 代表檢調的周圍的證據都已經收集完成了 但是柯文哲市長作為一個主要政黨的主席 以及作為台北市的前市長 我覺得你有義務也有責任配合司法檢調 而不是用這種消極的拒絕的方式 來阻礙這個檢調偵辦 如果你覺得你有冤屈 你為什麼不看到 你為什麼不配合提訓 那我覺得你一味的用這個政治的力量 來做這個抵制的方式 讓什麼金華城案的偵辦進度 如果陷入膠著的話 那不是更奇怪嗎 你不是應該更希望水落石出嗎 結果你反而希望這個變成一團降落 我覺得也不是這樣子吧 所以我們當然也是希望說 就是所有人 涉案的人 都可以配合檢調的偵辦跟提訓 我要再次強調一旦檢調不需要你的政治的時候 才是你最危險的時候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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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本來想要講那個提案的事情 就是下午那個啊 那個啊 對啊 今天我們 對 我們今天是要再從第二次嘛 對 對 那個結論的提案這麼顯示 就提供的提案 對 我們今天就會再唸讀第二次嘛 其實我們每一個議員都有提案權 我一直主張就是如果我們對一件事情 有不同的看法 就自己提案就好了 不要去擋別的議員的提案 就尊重每一個議員的提案 事實上請解自己也可以提一個案 然後兩個案可以一起交付委員會 去做審查跟討論 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多元意見 而且又尊重別的議員的一個做法啦 所以我之前其實我自己的提案 也被其他議員擋過 我都一直很不解就是 為什麼你不可以自己花一點時間 自己寫一個提案 我覺得這樣會比較能夠表達自己的意見 擋別人的提案 未必可以表達自己的意見 可是自己寫一個提案 反而可以比較負責任的去呈現自己 對於提供這件事情的看法 對